第二期题 一艘轮船由海洋使入某淡水的河流中 船在水面下的体积与所受的浮力有何变化 那么我们晓得所谓的船在水面下的体积 就是所谓的船排开一体的体积 所以这个题目当然是跟浮力有关系 那我们晓得轮船在海洋跟淡水中都是浮着的 对于浮体而言呢 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叫做浮力会等于物重 所以同一艘轮船 它在它的重量是一样的 它在海是浮的 它在淡水也是浮的 所以它的浮力都等于物重 所以它的浮力并没有改变 但是呢我们知道浮力就是排开一体的体积 这一体的密度 这个排开一体的体积 就是题目上所问的船在水面下的体积 那我们晓得淡水的密度呢是要比较小 但是呢它的浮力呢是要一样 所以它排开的体积呢就要比较大 所以呢我们在淡水中它在船在水面下的体积会比较大 所以第二次题问我们说 一艘轮船从海洋使入某淡水的河流中 船在水面下的体积及所受的浮力有何变化 我们答案选择是C 体积增加浮力不变 浮力不变的原因是因为它全部都等于物重 体积增加的原因是因为 排开一体的体积积一体的密度会等于浮力 浮力不会变 但是呢密度比较小 所以排开的体积要比较大 我给他们되变